為了推廣在地產業 協助返鄉青年能有更好的發展 日前在竹文化園區辦理觸筆試機 各攤內豐富多元的產品內容 充分展現返鄉青年的創意與活力 這次觸筆活動是辦在竹文化園區 那因為我們上一次辦得還蠻不錯的 是因為我們結合了很多在地的年輕人 還有自創品牌 還有一些小農 然後我們這次一樣就是延續 然後這次參與的品牌有多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可以幫助到 我們返鄉青年 然後還有這些在地品牌 可以在竹山這邊可以發展得更好 之前首場觸筆試機 廣州好評 這次再次辦理 還有大學生專程參與 希望發揮所學專長 協助推廣家鄉產業 本身就是竹山夏萍人 就從小這樣長大的過程中 知道說夏萍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就剛好在做實地看場的時候 就有遇到這個木別國的原物量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很特別 然後也是可以做發展 所以我們就想說 以這個為原物料 然後去發展新的產品 那我們主要就是希望 夏萍這個美麗的地方 可以發揚光大 然後我們現在也就持續有在做這個推廣 然後也很謝謝說 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們做產學合作 然後讓東海大學畢業專題 可以跟地方做結合 透過出比試集 先遠參門兒看見年輕人的創意 為個產業 帶來新的發展方向 也請鄉親們一起支持返鄉青年 鼓勵他們持續經營 造福家鄉 我們看到說 我們的青年返鄉 我們有它的創作不一樣的產品 那我想信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市集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青年返鄉 老友所依 我們很感謝這些年輕人 以為你回到我們的故鄉 可以出到他的一些新的產品 讓大家來分享 警察拜託就說 我們來幫他們幫助 讓他們尚蓋實質的鼓勵 議長何聖峰肯定舉辦市集 讓大眾看見青年返鄉激發的創意 也期待青年們用心投入 為各產業帶來更好的發展 記者盧凱竹上採訪報導 小倫 大夫 大夫 八